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 有趣的等速率圆周运动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 月亮绕着地球做近似的转圈圈的圆周运动 那光碟片在转动的时候 碟片上的每一点它都会绕着中心轴 做圆周的运动 所以什么是等速率圆周运动呢? 就是一个指点如果用等速率 然后沿着圆周绕一个中心轴转动 这样的运动就称为等速率圆周运动 例如说这个影片里面呢 车子绕着轨道快慢不变地转 好,这是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 在右边这个影片里面呢 有一个原子小金刚 它被一条线拉着快慢不变地转 这个装置我们就称为追摆 好,那这个原子小金刚的运动 当然也是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 接着我们来看等速率圆周运动的一些相关的概念 第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呢 是一个变速度运动 我们看到它的速度 好,虽然它快慢不变地转 不过因为它的速度的方向随着在改变 那我们知道速度是一个什么量 向量 所以只要方向改变 它就是不同的速度 所以我们就称为变速度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老师曾经教过 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 必须要一直受到一个力 叫做向心力的作用 才能让它随时保持转弯的状态 对不对 好,那为什么这个力 必须要指向原心呢 下面老师做一个说明 如果有一个物体正在向右跑 你又向右拉 那么这个物体会越跑越快 对,很聪明 那如果你向后拉呢 它就会越跑越慢 你又答对了 那如果它向右跑 你不向前也不向后拉 你向它的垂直方向拉 那这个物体会不会越跑越快 或越慢呢 答案是不会的 但是这个力会让它发生一个 现象 就是让它怎么样 转弯 对不对 那现在老师举一个例子哦 如果有一个物体呢 两公斤的物体 它正在向右跑 可是呢 它瞬间受到一个力 向这个方向拉 那请问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力呢 分解成 跟速度平行 还有跟速度垂直的两个分力 那请同学看到左边的图 跟速度平行的力 是不是会改变它的快慢 跟速度垂直的力 是不是会改变方向 好 那我们把跟速度平行的这个分力 称为切线力 跟速度垂直的这个力 称为法线力 好 那同学应该很容易看清楚了 哪一个力会改变快慢呢 答案当然是切线力 哪一个力会改变方向呢 答案当然是法线力 那另外呢 老师要跟你介绍一个名词 叫做切线加速度 跟法线加速度 我们知道如果要算 加速度A怎么算 当然就是F除以M 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 你把切线力除以质量 也就6牛顿除以2公斤 那么就得到切线加速度3公尺 除以秒平方 类似的 如果人家要你求法线加速度 那么你就把法线力除以质量 就会得到法线加速度 这样清楚了吗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圆周运动的话题上面 这个物体做等速率 圆周运动的时候 如果因为它的快慢不变 对不对 快慢不变 所以这个力必须要跟速度怎么样 垂直 好 那么这个力拉进来 这个物体就会弯过来 弯过来到这边的时候 速度向左 这个时候它又受到一个力 跟它的速度垂直 然后又让它弯进来 好 那就这样呢 一直有这个 跟速度垂直的力 让它一直保持转弯 对不对 好 因为呢 这个力 跟速度 切线速度 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力就称了什么力 法线力 好 所以向心力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力 法线力 对不对 它可以改变 等速度圆轴运动的方向 但是不能够改变它的快慢 那接下来呢 老师要跟你讲 一个名词呢 叫做向心加速度 那很简单的概念 等速度圆轴运动 它的拉力 是不是指向圆心 那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 如果一个物体所受的合力 指向哪一个方向 那么它的加速度 就会指向那个方向 对不对 也就是老师讲的 往哪里拉 就会往哪里加速 所以既然你的拉力 是指向圆心 那么当然你的加速度 也就会指向圆心 那我们就称为向心加速度AC 好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 也是随时指向圆心的 称为向心加速度 那因为加速度 它也是一个向量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加速度的方向 如果一直在变 那么我们就称为 变加速度运动 所以记得等速率圆周运动 是一个变加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 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呢 它只有发现力 或者发现加速度 它没有切线力 也没有 当然也没有切线加速度 強度显生 会等 Shawn 有点 终 Thor 大 大 虚 重